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你 我是膝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的路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欧盟总部布鲁彩尔在24号的时候 连续开了三个峰会 可以说是这三个峰会连续开是史无前例的 这三个峰会就是 北约峰会 欧盟峰会和知识峰会 为什么这么急开这三个峰会呢 这三个峰会开完之后 各的西方国家又有什么动作呢 这三个峰会起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今天请老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3月24号就是刚才阿石头说得很清楚 美国拜登就去参加了这三个峰会 三个峰会一起开 我觉得是第一次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针对了 当然是针对这个俄乌的战争 也都是对中共发出了一些警告的 这三个峰会对普京和中共 都宣示了统一的立场 以及讲出来西方世界的重新组合 以前也有 是吧 他们一向都是同盟国 但是就非常的松散 或者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友善 或者是明争暗斗都有些事情 但是现在来说就俄乌这件事 他们是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 我们是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么团结的 他们这三个峰会也都讲得很清楚 将追究普京和白罗斯的总统他们的责任 借机也是同时警告了习近平 所以这三个峰会的意义就很大了 很多人就说其实在西方这些联盟 应该是某个程度上应该是多谢普京的 因为是他将这些所有的盟友团结在一起了 这次我们想讲多一点北约 因为北约以前来说就很松散 很多人都觉得它根本就是废的 没有太大作用 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什么仗 那些士兵也很松散 国与国之间也都是很多的明争暗斗 很多的不作为 但是这次北约就是很大声 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就是这三个峰会里面 他们的声音是很大的 第一个他就说在乌克兰东边的边境 形成了一条很新的阵线 有半条就不是那么新的 就是在克里米亚被占之后 北约已经在爱沙尼、立陶苑 以及拉脱维亚、波兰建立了一个战斗群 这战斗群里面有坦克、有防空、有情报、有监视单位的 现在来说他们就将这条线 东边的线从北边一直拉下来 拉向南边 就加了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弗克 这四个国家 那就多建四个战斗群 现在总共有八个战斗群 军队来说应该有十几万的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条线就是防御 在乌克兰以西的所有国家 俄国如果你敢走过这条线 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条这样的正式建立了一条长城式的一个防御系统 这次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新的东西 另外就也都讲得很清楚 就说中共点名中共 就说我们呼吁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国家 请你们遵守联合国宪章 所在的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秩序 说你如果用任何方式去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的话 那你都是会有后果的 就是你们不要采取任何有在于俄罗斯 就是规避制裁的行动 它是客气的说你们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中共 所以是点名中共 所以这次我觉得北约做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那个防御的形式 是由北到南沿着乌克兰的边境 是作出一个有比较实质上的行动 另外一个就是正式开声警告中共 美国开声警告中共我们听得很多 现在由北约开口我觉得它有它的意义在里 就是3月18日 美国的一个新闻网站叫Political 就引用一个欧盟 欧盟官员说 他说如果中共真的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欧盟就会对中共有贸易的制裁 那就是已经有方案了 已经知道大概是怎么做的了 那这次当然就是所有应该去的人都去了这个三个峰会里面 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 和北约秘书长 他的名字很长 就是叫做斯托尔貝格斯特尔贝格斯特尔甲博盟 都去到了贸人 他們就参加了这个七国领导人 也参加了七国领导人峰会 那就是G7的峰会 那又有一个联合的声明 就是NATO有NATO的 就是北约有北约的声明 而在这个欧盟跟G7有它们的联合声明 意思都是我们会加强合作 我们会希望俄罗斯立即撤棍 馬上離開 還有他們會和烏克蘭的人民和政府站在一起 都是說這些 拜登也說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他在這三個峰會期間 舉行了一個很快趣的記者會 他表示如果俄羅斯用化學武器的話 美國和北約就會回應 他沒有說明是什麼回應 但是他會回應 他講得出 其實都準備好了 這個和NATO 沿著烏克蘭的邊境所做的防禦 那個長城都是有關係的 我希望拜登說的那些回應 是實實在在的回應 不要只是說著說 千萬不要這樣做 蘇利文也向媒體表示 G7很快會有一個統一的策略 以確保俄羅斯不能夠因爲中共的幫助 而規避了西方對它入侵烏克蘭的制裁 這樣說的也是同一樣的說話 是嗎? 跟這個北約說的是同一樣的說話 但是蘇利文就說我們會和G7 有一個統一的陣線 另外拜登就是今天3月25日 我們北美的3月25日就說了要將 正式的說要將俄羅斯揭出G20這個組織 這個G20的組織先前他已經說過了 我們要踢都要講過了 但是這次是正式的說 之前中共已經出來說了 你沒有資格去踢走誰 是嗎?你踢得我了 撕走你下一個踢我那怎麼辦? 是不是? 但是拜登說出口了 G7和G20的組織 他們的重心是不一樣的 G7是比較原則性的 是一個價值觀的 民主人權的這些價值觀的 一個這樣的集團 而這個G20就是經濟利益的 主要是怎樣做生意 就是大家怎樣訂立規矩 是這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G20要踢俄羅斯出去 可能不是說太容易了 當中也有很多國家 無寧兩可的 印度、印尼這些都無寧兩可的 你都不知道它到時候發什麼樣的 不過我覺得拜登能夠說得出的話 他也會心裏面有個方案 不知道他怎麼做 但是他這麼實牙實指 說了很多 這次還說G20 踢了俄羅斯出去 將烏克蘭調回來 就是代替俄羅斯 他打算這樣做的 而普京也是非常的囂張 他說我一定會去G20這個會的 如果他去那個會的話 我想就很多好戲 大戲連場很好看的 大家一會起床大聲地罵他 一定會這樣做 我覺得這些場合會出現 他們不會避開他 就起床就罵他 我不知道有什麼戲劇性的場面 就是希望普京想清楚 不過這件事都是一件事 既然路橋這麼說的話 我們大家燈一燈仔看電影 說回美國 我們上期就說了美國它的重點是中共 它全球的最大敵人是中共 俄羅斯是第二 所以我們看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要把美國的重心放在背景 我想一下一個背景的一個位置去看 就是說這個拜登所做的任何事 他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他做的事 對他對付第一的敵人 第一大的敵人中共有幫助 那這次就是這個俄羅斯戰爭裡面 就是美國很清楚地拿回那個領導權 在歐洲拿回那個領導權 那它有什麼這麼威脅拿回領導權呢 就是其實就是錢 美國非常有錢 這次它援助烏克蘭又再加碼 人道援助10億 然後軍事20億 然後國會通過130多億 它有很多的錢 它的武器最先進 它的情報最先進 它打這個電子戰它最厲害 它最多科技公司 所有科技公司 包括這個星鏈計劃 都是美國人做出來的 那所以它是有這樣的實力 才可以拿回這個領導權 是不是 那另外就是它這次也都是幫助歐洲 解決那個能源短缺的問題 其中一樣就是它會將美國的天然氣 液化了之後就運到歐洲 這個對歐洲來說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說是生死有關的 那它以後就不用這麼依靠這個 或者甚至不依靠俄羅斯 那我亦都聽到在美國呢 已經是對那些採業癌油的公司 重新發許可證 這個當時拜登一上場就說 不可以再這樣做了 我們為了清潔能源 為了這個 為了那個 不做 但是川普是做的 川普說我們全世界的葉癌油 是全世界產量最多的 那現在你慘到這個美國 都要靠俄羅斯運一些油進去美國 自己本身的國家有產那麼多 你怎麼可能是 你明明你自己產油 你又要去別人那裡運油 根本就不合理的 所以現在來說 這個拜登當然他比較低調這方面 但已經是作出轉變 那他幫歐洲拿到油和石油和天然氣 是他作為領導群紅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來的 之前什麼巴黎協定的時候 又說給那些發展中國家多少錢 那現在自己的能源都搞不定了 最後走了一圈又是返回原尼突破 就跟著川普的政策 那你說是不是很諷刺呢 那當然他希望亂俠這個盟友 打俄反共 為印太將來是做預演 這個我們以前都說過 這個大概就是美國現在做的事情 中共和俄國在這方面可能都走眼 特別是中共 就是習慣於宮廷劇 想到的都是明爭暗鬥 你刺我一刀 我殺你一刀 就是這些 他的整個共產黨的思維就是宮廷劇 他沒有想到這次是歐盟上演的 還有特別是烏克蘭上演的 是一套正義劇 那他們中共和俄國是狼狽為奸 雖然他們說自己是什麼兄弟的 難兄難彼 其實說得清楚一點是狼狽為奸 他沒有想到就是在歐洲來講 在這次歐洲和美國來講 是上演了一套叫做打死不離親兄弟 就是他們現在上演了一套這樣的劇 所以他們可以說misjudge 又是錯了 他們的判斷錯了 他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做 反而就是令到歐洲和美國更加是團結在一起 不過我可以說就是 就俄烏這件事他們團結在一起 因為就我們認識的西方 他們是不喜歡經常團結在一起的 每個人有很獨立的個性 需要的時候就合作 可以走得很近 可以大家不分離我這樣去做 但是這件事過了之後 又恢復本性了 各有各走各路 各有各自有自己的個性的表現 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我想在這裡講清楚是這樣的情況 這是相當於符合民主社會 自由社會的人的表現 自由發揮 拜登在新聞發佈會裡面 他也講了一些有關他和習近平 幾天前通話裡面究竟講了些什麼 他說我對習近平沒有發出任何的威脅 但是我很清楚地跟他說清楚 如果你幫俄羅斯 你會有什麼效果 是啊這些不算什麼威脅 但是開明據馬 他還告訴習近平 如果你執意要這樣做 要去幫俄羅斯的話 你是放自己在一個很重大的危險當中 那麼他又說中方 就是習近平是明白到 他們的經濟未來在西方身上 而不是在俄羅斯身上 拜登說他自己還告訴習近平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離開俄羅斯的美國和外國公司有多少 這些事情 他說我不是威脅 其實全部都是 你可以說嚴重點說威脅 不嚴重就是警告 他將他兩個人對話就說了一次 不斷說了一次 我覺得這個都比較重要一些 另外美國已經定了俄軍 在烏克蘭犯下這個戰爭罪 而拜登也親口說 普京是一個罪犯 戰犯 波蘭現在也通過議會 也說俄羅斯在烏克蘭是一個戰爭罪 戰爭罪不是一個小罪 他有敢承認這個做法的話 都是一件好事 還有哪些國家要出招對付俄羅斯的呢 我們這個完整版本 將會放在希望之情那邊 希望大家會希望之情訂閱一下 就可以看的了 我們希望之情這個link就在下面 大家可以點擊一下去看的 這段雨光有你 多謝 一些反應 發瘓痊 兩票 開口 能做 tall